重温经典,以古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讲孙子兵法 来讲孙子兵法的军真篇 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兵法上所有的设想都是完美的 但是一旦上了战场,兵法就全忘了 那怎么打呢 这一切都要靠军真篇来解决 所以军真篇就是在战争当中的各种艺术和技巧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军 和军俱众,交和而舍 莫难于军真 军真曹操的注解就是两军真胜 就是互相打仗的意思 虚实已定,然后与人真立 所以它是在虚实篇之后而出现的军真篇 和军俱众就是把国家的队伍集结起来 然后以组织架构将领选好 每个千夫长,百夫长,万夫长全部选好 然后结营,结成军阵,然后开始打仗 所以和军俱众的意思就是倾国家之力 把军种进行集结的意思 交和而舍和敌人两军相对 扎下军营 交和而舍是什么 曹操的注解叫军门为河门 就军队的那个大门口 叫河门 左右呢 那个小门叫做骑门 以车战车结下来的那个营地的那个门叫圆门 以人为营地 而驻人的那个军营的门叫人门 两军相对为交和 我们都知道有个故事啊 就是旅步圆门设计的故事 从曹操的注解就可以知道 不是所有军营的门都叫圆门的 他必须里面有战车 结的那个营才叫圆门 普通的军营的大门就叫河门 河式的注解叫河门相对 将河战 真立兵家难事也 莫难于军真的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就是天下之智难也 前面纪篇讲到运筹帷幄之中 再难他也是帷幄之中 没有什么具体的危险 因为死的不是你运筹帷幄的人吗 之后的作战篇谋攻篇 你讲的资源充足 吃敌人的打的赢就打 打的赢就跑 行篇事篇当中讲刑事 讲排兵布阵 然后虚实篇讲 坍塌人虚实调动敌人 避失积虚 说起来都挺爽的 都是一些计谋策略 先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用动手 他自己就投降了 那当然这是最好的了 即使要战 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先胜后打 然后赢了再打 这才是孙子兵法的核心 排兵布阵 激阵之变 变幻无穷 敌莫能策 这是所有战争的将领们 最希望遇到的事情 最希望自己具备这个能耐 虚实之间调动敌人 比亲儿子还听话 调动敌虚我实 以我实之 鸡笔虚 以实鸡软 打他个落花流水 但是你懂的 就是别人也懂 你会的 别人也会 你在做的 别人也在做 可能做的比你还好 所以你要真 要真勇 要斗志 要真先 要恐后 到了战场之上 两军对垒了 要开始真正的打仗了 那才是天下最难的事情 因为你只要一动 就有可能 有人命伤亡 毛泽东说 一上战场 兵法全忘了 所以你该怎么打 有哪些原则 注意事项 军真篇讲的就是这个 走弯路 是走路的一部分 花冤枉钱 也是花钱的一部分 其实都必不可少 该认输得认输 该认栽得认栽 该服气得服气 你只要不服 你千万别想去 把他捞回来 只要你想去捞 你的老本都会被赔掉 所以原文叫 军真之难者 以御为直 以幻为力 故御其徒 而幼之以力 后人发先人质 此之御时之计者也 以御为直 就是两点之间 最短的是什么 从物理学上来说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而实际上 在阵阵当中 两点之间 不是直线最短 表面上 迂回的弯路 实际上是最便利的道路 因为有地形 因为有敌形 你走直线 你是走不过去的 在这个复杂的地形 和千边万万的敌形当中 哪条路最近的 就要以御为止 走弯路就是走近 我们一直讲曲线救国 就像看足球赛好了 没有人能从自己的后方 一路直线 攻到对方大门 每一次传球代球 都是以御为止的 就算是球王贝利 就算是罗纳尔多 就算是贝克汉姆 你一路直攻 你自己把球带到对方大门去 你的每一脚盘带 他都是以御为止的 没有直接一路下去的 以换为例 就是把困难 变为有利条件 御其图而优质以利 后人发先人质 故意远远的迂回过去 让对方感觉 我们不会过去 再用假动作 用一些小的利益 去牵制对方 然后突然间插过去 能够后发而先制 曹操的注解 叫迂其图 是至原也 后人发先人质者 名于杜树 先知远近这际也 远远的迂回 就是让对方感觉 我很远 然后放松警惕 然后才能后发先制 因为我早已度量好地形了 知道哪近 哪远 从哪掺插过去 是最方便的 战利 举个例子 就是赵舍 敌军 就是那破秦军的故事 赵舍是谁 赵舍就是那个 纸上谈兵的赵阔的父亲 不过他是一位真名将 他不是赵阔 那个指挥职场谈兵 秦伐寒 驻军在 勘语这个地方 赵惠文王要去救 然后就问连坡 连坡说道远险霞 很难救 问越称 越称看法和连坡一样 然后再去问赵舍 赵舍说 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去 于是他就带兵打仗了 秦国知道赵国发兵 于是再出一支军队 驻扎在武安城西 和勘语 形成一个计较之势 这个仗就很难打了 你打任何一方 彼此都会互相进行救援 赵舍受命于军 然后和军俱众 带了自己的部队 出邯南城 只打了三十里 只出了三十里 就扎下大营不走了 然后就传下军令 有来望言军事的斩 这个时候秦军势大 他很浩瀚的很多人 武安城外秦兵 击鼓勒兵 然后城内的乌瓦结阵 你想外面城外敲鼓 城内的房子 一直就像在地震一样 你就知道他的兵士 有多么的强大 赵军当中有一个主将 看主帅按兵不动 非常的着急 忧心如焚 冒死境界 请战 为了去救武安 赵舍知道他是个好人 但是他就是等这样的好人 来送个人头 以臣其以余为之之计 所以就赫令 把他推出去斩了 赵舍一住就住了28天 然后和加固赢磊 根本没有去打的意思 秦军派间谍来 赵舍更是亲情表演 让他死心塌地的相信 赵军是不会出战的 秦将一听到这个事情 非常高兴 认为赵军只是应付一下 要救韩国的这个 救援的求救的事情 实际上并没有 真的会跟秦军作战 赵舍这边的前脚 刚刚送走秦国的间谍 后脚就卷甲而驱 就是卷起盔甲 轻装急刑军 两天一夜 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埋伏 就直接安全到达 堪域这个地方 他也没有直接到达堪域城 他离城50里就停下来 扎寨 选一个有利地形 这个时候又有一位军士 叫许丽 貌似近年 他说 先居北山者胜 赵舍一听 说的对 于是就派了一万人 占了北山的一个制高点 许丽就说话了 因为原来不有一个政策 叫妄言军事者斩嘛 然后许丽就说 我话说完了 请受死 你来斩我吧 赵舍说 为什么要受死 许丽说 你这不宁军法吗 说妄言军事者斩啊 赵舍说 那就等回邯郸再说吧 回到邯郸之后 许丽得到了封赏 被封为国位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后面会说 秦军听说赵舍已经到了看雨 然后大惊失色 连忙撤了五万军来救 赵舍占据有利地形 大破秦军 然后勘于和被围困的事情 就会得到了缓解 这一仗打得很有意思 卷甲而驱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两天一夜的急行军 远离后方 自重没用 士兵呢 又很疲惫 如果你这么直接冲到勘于城下 和勘军直接遭遇的话 赵舍恐怕连人自己都要被擒了 最妙就妙的 他离城五十里就安营扎寨 然后把攻势阵地全部弄好 再等勘军来 这就符合虚实里面说的叫 先处占地而代敌者意 后处占地而驱敌者劳 本来赵军是劳 劳累的不得了 因为卷甲而去 他连盔甲都没穿 直接青装上阵冲到了 堪于城下 劳累的不得了 但是他不到城下 离城五十里就停下来 留五十里给秦军跑马拉松 他自己消耗消耗 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亿代劳 在叙实篇里面 我们还学过 李静点评的千万张句 不出那一句 叫制人而不至于人 叫调动敌人 不被别人做调动 秦军本来给他安排好了 是要调动赵舍的 秦军在堪于 完成犄角之势 就等着围典大员了 他半途消灭赵舍是最好的 结果赵舍以淤为之 神兵天将 没逮到他 而且他摆好战场之后 把秦军变成了一个被动的 听他调动的军队 让他来请客 秦军来吃饭 还有一句虚实篇里面 学到的叫 孤之战之地 之战之日 则可千里而会战 赵舍把时间地点都选好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秦军不来怎么办 知道赵舍以淤为之得记 到了堪于秦将 其实还可以多想一想 就是你到了就到了呗 算算日子 一只孤军啊 你没有粮草 你没有资重 你能怎么办 观察观察再说 如果你这样的话 其实赵舍自己知道 自己马上也得退 但是秦将慌了神 因为事出意料之外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他就不知道赵舍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动作 于是慌忙扑过来 一打就大白而回 别人不中计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学过 王阳明凭凝王之乱的案例 就是王阳明手上有一张牌 打南昌 等凝王回来救 还记得吗 这个故事 也是以狱为之 如果凝王不回来呢 凝王所有的谋事 都向他觐见 南昌丢了就丢了吧 我们打下南京来做皇帝 当时南昌还不传习而定吗 我说发个习文过去 你南昌的守军 你不敢 不听我的呀 因为我是当皇帝了嘛 但是宁王慌了神了 于是回来了 回来了就送死了 都是慌不择路 所以呢 做任何事不能慌 要能认输 要能认栽 其实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前面我栽了 我认 在新形势下想想怎么办 别老把前面的东西 想要把它捞回来 你要想下老本去捞 那你就输个精光 最后说点 跟这一章有点题外的话 以于为之 还是想要值的 对吗 但是真正在工作和人生当中 成长之路 本来就是弯弯曲曲的 兢兢退退的 没有什么一番风顺 没有什么值的 所以要有一个基本认知 弯路它也是路啊 冤枉钱也是钱啊 不走弯路 其实就没有路啊 不花冤枉钱 就花不了对的钱啊 行军是战斗的一部分 速营也是战斗的一部分 你再往前推 发现训练 其实也是战斗的一部分 在企业当中 培训也是产生业绩的一部分 甚至比战斗本身要更重要 训练比战斗本身要更重要 最不重要的就是战斗本身 因为一切都在之前已经决定了嘛 但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都是战斗故事 都是行军故事 都是怎么拿下大单的故事 很少会去听到什么 速营的故事 很少听到训练的故事 很少训练到培训的故事 很少听到资源积累和沉淀的故事 因为训练没有故事 资源积累沉淀没有故事 所有的功夫都在没有故事的地方 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 善战者无志明 无勇功 真英雄没有故事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个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